葡萄酒产地 法国 家尿无数的葡萄酒王国 法国各地几乎都生产葡萄酒 主要是无气泡酒和以香槟为代表的气泡酒 颜色方面有红、白以及玫瑰红 而味道方面从甜到富甜 价格方面从作为代茶饮料的餐酒 到一瓶合达数千年元的顶级葡萄酒 其种类及其变化极其丰富 因为生产了无数文明于世的高级葡萄酒 所以法国也被公认为是葡萄酒王国 德国的葡萄酒是人人适应的葡萄酒 德国葡萄酒的生产量大约只有法国的十分之一 约占了全世界生产量的百分之三 德国葡萄酒大约有85%是白酒 其余的15%是玫瑰红酒、红酒以及气泡酒 德国白酒有纷纷的果香及清爽的甜味 酒精度低令人难以抗拒 特别适合不太能喝酒的人以及刚入门者 以上就是有关葡萄酒产地的全部介绍 德国葡萄酒